我們有時候還是會不小心忘記吃藥 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像今天小朋友的藥是一天兩次早晚 我們抓12個小時 如果說超過10個小時 你都忘記吃藥 那就建議不要再補吃了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我是藥師陳怡安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在醫院或診所拿完藥之後 常常會看到藥帶上面有很多的資訊 那有時候忘記吃藥該怎麼辦呢 如果吃的太少我們擔心藥效不夠 吃太多的話我們又怕傷身體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一聊藥怎麼辦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比較常在藥局 或是診所看到的藥帶 首先非常重要的 你要先確認姓名跟你的是不是相符 你今天拿的藥是不是你的 那再來呢 我們上面會有一些藥品服用的時間 比如說一定要吃幾次 那在什麼時間點 飯前還是飯後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需要時使用的藥品 你要確認說這個藥品使用的時機是什麼 比如說退燒藥品就是在發燒的時候在使用 那這邊呢是外用藥品 像是藥膏啊 它可能會提醒你說你需要塗抹的部位 那眼藥水呢也會有點的不同的時間 然後下面呢這邊是藥品的資訊 像是你今天吃了什麼藥 裡面有幾種藥等等的 然後呢如果說你今天不確定你的用藥情形 你要詢問的話呢下面也會有藥局的資訊跟電話 你可以知道說你要向誰詢問你的問題 那像是飯前的時間呢通常就是希望你在空腹的時候使用 所以我會建議是飯前一個小時或是飯後兩個小時等食物消化之後 那飯後呢就是希望你是在肚子裡面有食物的時候吃 基本上是飯後大概一個小時內就要吃藥 那睡前的藥品呢通常是睡前30分鐘左右再吃就可以了 那需要時使用的藥品呢就是以藥品的適應症不同 然後再去做你需要時候使用就可以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呢就是小朋友的藥帶 那我們一樣非常重要的要先確認個人的資訊 姓名呢這個是誰的藥品 然後小朋友呢我們要特別確認的是小朋友的年齡跟體重 因為年齡體重呢在小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會跟藥品的劑量有關係 所以在領藥的時候呢像這樣的個人資訊一定要先確認 然後呢這邊有寫到小朋友的藥水用法 一天兩次他是飯後使用 然後呢每次2.5cc 這邊呢就是藥品的資訊 然後跟適應症 下面呢是可能會發生的副作用 好那我們有時候呢還是會不小心忘記吃藥 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我們建議的時間呢是在你服藥時間我們切半來看 舉例來說像今天小朋友的藥是一天兩次早晚 我們抓12個小時 如果說超過6個小時 你都忘記吃藥那就建議不要再補吃了 意思就是說如果沒有超過這6小時 你在這個時間內補吃藥品是可以的 再來小朋友非常容易發生的一個狀況是 小朋友可能會吐藥 這個時候到底要不要補吃呢 我們建議的話是以30分鐘為標準 如果在30分鐘之內就吐藥 而且是吐的量還蠻大的話 建議是可以補吃的 只是這個時候呢我們可能要少量多次的去 慢慢讓小朋友吃進去這樣避免他在發生就是吐藥的問題 那如果說已經超過30分鐘之後的話 就建議是可以不用補吃了 那網路上呢常常聽到大家會分享說 吃藥的時候不要配葡萄柚汁 這個是因為呢葡萄柚裡面其實 它的成分會跟體內的一種酵素 叫做CYP3A4 它會互相的影響 那這個酵素呢其實會影響到體內藥品的代謝 可能會導致副作用增加的危險 好那我相信呢很多人還是會害怕吃藥或是害怕藥的苦味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在吃完藥之後呢 稍微吃一點糖果 綜合口中的味道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說你要喝飲料的話呢 建議呢要跟你服藥的時間 間隔一個小時會比較適當喔 可以可以充滿藥品 有些人吃藥會直接用茶 或是果汁來搭配這樣吃 它會影響它的藥效嗎 會影響藥效嗎 會影響藥效嗎 如果你在吃保健食品的時候 剛好也需要吃藥的話呢 保健食品跟藥品我們會建議要間隔兩個小時的時間 再來是大家可能會常常喜歡用喝的成藥 因為是感覺比較方便嘛 那其實呢喝的成藥它還是算是藥品 所以它是具有療效的 一樣跟保健食品要間隔兩個小時 千萬不可以一起使用喔 那像是大家比較熟知的一些提神藥酒 它其實也算是只是藥品 所以不可以因為它方便喝 你就把它當成飲料 它還是具有一定的療效的 千萬不可以搭配食物或者其他藥品一起使用喔 那至於保健食品到底可不可以一起吃呢 其實是根據品項的不同去做判斷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分辨的話 最直接也是間隔兩個小時就可以了 保健食品在我們的分類裡面呢 其實就是食品 如果說你忘記吃或者是少吃了 其實不會對身體有明顯的危害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它可能沒有那麼有效 那既然今天已經決定要吃保健食品了 建議大家還是要依照上面的正確用法用量 按時的使用才可以達到效果喔 如果你是非常容易忘記吃藥的人 或者是說家裡的長輩用藥情形比較複雜的 其實藥盒是一個很好的小幫手 它上面就是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你這一餐的藥有沒有吃了 那如果說呢是比較容易變質或者是炒解的藥品呢 建議大家可以連同這個外包裝 你在分裝的時候呢 就直接把藥這樣子剪下來放進去 比較不會有藥品變質的問題 很多人呢可能會在吃藥之後覺得身體好了 就想要自行停藥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比較不建議的行為 因為很多藥品呢它會有療程的問題 尤其是抗生素 如果你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知道你吃的藥品 可不可以停藥的話呢 建議大家可以打電話到你拿藥的醫院或者是藥局 詢問清楚之後再做決定 經過今天的解說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還是會忘記吃藥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然後開啟小鈴鐺 再一次忘記訂閱了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